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16路数字量输入数字控制器的结构 这是接12伏电源的网口 MuFi模块232485 这边是16路输入 这边是16路输出 我们控制模块继电器的方法是有三种 一是AP直连 二是局网控制 三是远程控制 首先进入APP AP直连比较简单 就直接连接模块WiFi 连接成功 连接成功 然后直接搜索 就可以控制了 第二种是局网控制的话 然后就需要配置路由器 那么我们就先要连接个路由器 连接成功之后呢 我们点击菜单 然后配置联网 先配置路由器 收入密码 那我们去寻找设备 设备热点 点击设备热点 连接成功 通设备热点 就连接成功 它会进入一个配置的状态 配上路由器 配置过程中 它的模块这里会消失 隐藏起来 然后我们连网 配置成功了 然后我们返回到设备页面 点直接点击设备 就可以控制了 这个就是局网控制 外网控制的话 就可以连切到其他一个外网网络 现在进入设备 我们进行各项功能简单的介绍 这一行输入状态是16路输入的检测 可以拨动一下开关 可以检测到它的输入状态 然后进入参数设置 这是点动时间的设置 延时还有循环 一些时间设置参数 然后这个预定议设置 可以点击新增预定议 可以修改名字 然后这是动作的一个选项 普通方长点动 然后随便去找一个 然后选择它的16路的一个状态 保存 然后可以添加到这个栏上 然后这个是时间 可以校准时间 然后这个可以设置MOTOBUS的地址 这边是当独按钮的控制吧 当独按钮的控制 点击这个 方转顶动 循环延时 然后再滑动过来 这是批量的控制 批量控制 看一下点击这个 这是刚才预定一栏上的 预定一栏 我们这里添加了三个预定控制 然后我们可以添加选择不同 不愿的栏 不愿的控制设置 一些参数 然后可以执行全部 关闭全部 还可以循环 这个效果 看一下 方转的效果 执行循环 方转的效果 关闭 延时的话 它只是延时前面一部分 差不多 各项参数就这样 行 关不了